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ilot Mark的飞行员马克的计时码表 Chronograph那个款式 尤其是你看也是好像类似那种 1234565那种它的实标阿拉伯数字 是做一些一种立体式的贴在上面那种 在面盘上面的那种 加上这一个很高级的这种蓝面 在这个光线下的反射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一款表 你看我一出一出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它的那个广告 那就有说到这一支表 Longing Spirit Chronograph 献给最勇敢的你 我当时在看了之后 它接着又写了很多的一些 主要是像这个历史上 某一些探险家飞行员所致敬的这个表款 但是说的再好也没有用 对不对 如果这支表是这个没有很高的性价比 据说没有给一个很好的性能 研制这一些 或是价格方面 我觉得如果你不够吸引消费者的话 不够吸引这个表友的话 我觉得说的再好也是没有用对不对 所以今天小刚特地去把玩这支表 但是我拿上手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推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支我个人非常推荐 因为它其实有出一个三真款的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推荐 是你加多一点预算 那这一支既支马表 我个人会非常值得推荐 那尤其你看这一支表 其实它马币定价在12000多 我觉得马币不到13000 不到13000 但是折扣了之后 也是马币在10000上下左右这个价位 你看上下左右这个价位 它给到你是什么 你看它的整个颗 我是在同级价位是很少见 你看它这个表圈的部分 甚至表颗的侧边 整个表颗那些 它的用的那一种打磨 你看它用这一种抛光的打磨 也结合了再加上 拉斯文雾面处理的这种打磨 我跟你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那一种 这个细节上是做的非常有诚意的 它这个 所以你看到整支表 非常有那种高级的质感 为什么呢 其实你认真看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打磨 它运用的非常的巧妙 它以用的这个抛光 再用一层这个表圈的部分 你看它中间在用抛光 上面最上层用拉斯文打磨 所以呈现出来 在光线下 就拿在手上 真的是非常有质量 那个手感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规格 这一款是42mm 表科的这个尺寸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这个计时码表 你不能做的太小 是因为它中间有这个计时的 这个这个表盘 这个倒数计时的这个表盘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dex 这一些 那这个表镜 你不能做的太小 所以这个42mm 我觉得做在这个 这一种计时码表的做的 真的是刚刚好非常的棒 那这个表尾到表尾是在51mm左右 厚度在16.3mm左右 主要是还有就是 你看这个 哇这个表科 哇这个表身那种打磨 刚小刚有提到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来小刚更提 再来就是讲 除了这个蓝面 除了这个非常有立体感的 这个阿拉伯数字 这种index 它10点钟的方向 它是这个龙头你锁开 你扭开之后 是可以做日期这个快调的 是你不会特地要动到这个调时间的 它是完全把它分开的 这边我觉得 又是一大的特点 那其实这一类型的基星呢 它经常都会出现在浪情 你会看到 只不过以前它是有一个孔 那它附了你一只 一只东西 你要去插它来 调那个日期的 那这一只表就不用做的那么隐藏 干脆做的明显一点 你把它做上一个龙头 我觉得 这一种表才 戴在手上才够有心 这个是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再说到这个基星 我有一点遗憾是 因为它没有做这个透背了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透背 是因为在通缉中 浪情的打磨 小刚我个人个人认为是 打磨是最漂亮的 4Hz的基星 28,800平震率 而且动力组织高达54个小时 还有防磁的效果 因为它有用这个细油式 这个Seabed Balance Spring 还有天文胎级别 这个最后还有导注轮 Column View的这一颗基星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下 下号